HELLO,我叫Ben,Google的工程师 现在就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推出的Google语音搜寻 让你知道如何在不同的手机平台可以使用 首先,我会教你如何下载这个免费的程式 如果你是用iPhone,可以选入App Store 然后搜寻Google Mobile App 下载,然后安装 安装之后,你需要去设定 开启语音搜寻 然后选择广东话 如果你是用Android平台手机 可以click入Market 然后搜寻Google Voice Search 下载,然后安装 去设定 语音输入及输出 语音变色系统设定 语言选择广东话 现在就和大家示范如何用Google语音搜寻 首先,你要按一下这个Voice Search Icon 例如,如果我想找天星码头的照片 我只需要对着手机说 尖沙咀,天星码头,上片 Google就会分析我的声音 和将搜寻结果显示给我 这样,不用手写或者打字这么烦 我都可以找到我想找的东西 我们再试下找铜锣湾的地图 香港,铜锣湾,地图 看一下会出些什么东西 你还可以中英文夹杂 例如,我在IFC想找东西 我可以说 IFC,餐厅 一样可以找到 此外,可以找到最新的新闻话题 例如 清明上河图,新闻 一样可以找到 你还可以说 16磅等于多少公斤 看一下结果 Google语音搜寻的示范已经讲完 大家不如即刻来试一下吧